女人相亲近百次 终于挑中一中人 短短一个月时间 两人就订婚了 然而订婚宴这天 新郎却大闹宴席 导致婚事难堪收场 喜宴当天发生了什么 这对准心人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 眼前这名女子叫蒋冰 据她回忆 一年多以前 在订婚宴的前一天 男友周子聪得知自己怀孕了 表现得非常兴奋 可是第二天 她当着所有来宾的面 竟然大发雷霆 当场质疑孩子不是她亲生的 众人对此惊诧不已 蒋冰很失望 他不明白男友翻脸 为何比翻书还快 自从恋爱后 两人一直住在一起 自己百分百确信 孩子就是他的 如今 蒋冰的孩子已经四个月大了 周子聪却没来看过一眼 甚至连问候电话都没打过一个 心寒的他决定找男友讨个说法 来到周家门前 只见铁门紧锁 尽管使劲敲门 高声呼喊也无人应答 周家人似乎是在有意躲避蒋冰 无奈之下 记者前往了周子聪上班的海鲜店 并在地下车库与其相见 几分钟后 我们见到了周子聪 他直言 是蒋冰苦苦纠缠 目的就是为了图避 原来订婚宴后 蒋冰多次提醒周子聪 他们的感情回不去了 周子聪建议打掉孩子 可蒋冰一孤行 生下了孩子 这让他实在难以理解 他怀疑蒋冰 是想以孩子为有索要抚养费 几分钟后 二人约在广场见面 看到蒋冰和孩子 周子聪表情默然 下意识地与母子俩保持着距离 他说出了怀疑孩子 身世的原因 原来他和蒋冰 从相识到怀孩子 才一个月时间 周子聪认为这太快了 可蒋冰觉得 一个月怀孩子是正常现象 周子聪完全是在找借口 逃避责任 并为以后结婚扫除障碍 自己坚持生下孩子 是出于舍不得 至于图钱之说 更是无稽之谈 而且周子聪根本没有存款 就连彩礼钱 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 交谈中 记者提议周子聪抱抱孩子 增进一下感情 但他却极不情愿 声称要等亲子鉴定后 再决定抱不抱 蒋冰当即提出去 鉴定中心做鉴定 可周子聪言辞拒绝 他只相信法院的鉴定结果 双方对此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首次会面不欢而散 面对周子聪的绝情和冷漠 蒋冰感叹看错了人 那么这份当初热情似火的恋情 为何会急速降温至冰点呢 蒋冰之前一直在江西工作生活 由于年近三十 他也遭遇了催婚的窘境 回到湖南后 先后相亲一百多次 都无忌而终 直到有一次 他和相亲对象周子聪一见钟情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两人相识一周后就确立了关系 一个月内便火速定了婚 蒋冰说 他们的感情原本不错 但自从订婚闹剧之后 就变了味儿 周子聪与之前盼若两人 开始无端猜疑 甚至偷偷调查自己的旅游室 出行开房记录 恋爱室 并将这些隐私公之于众 这让蒋冰无比心寒 自己早已和前男友断开联系 之所以没有提及 是因为他想彻底忘掉过去 全身心投入到 与周子聪的恋情中 没想到弄巧成拙 周子聪对此揪着不放 怀疑蒋冰与前任藕断撕连 还质疑起孩子的身世 周家父亲也是同样的观点 他担心儿子这是被蒋冰玩弄感情 遭遇了骗婚 周子聪补充道 他不清楚蒋冰以前做什么工作 只是查到他在各地的开房记录 有一百多次 还和同一男子搭同一架飞机出过国 次数有二十多次 在周子聪看来 这些足以证明蒋冰有毛逆 不仅如此 周子聪还把蒋冰起诉到法院 退回了彩礼前 并要求退婚 此后 这对曾经恩爱的情侣彻底闹掰 形同陌路 周子聪解释称 并非自己冷漠无情 孩子出生后 他和家人主动登门看望 却被蒋冰拒之门外 周家人自觉颜面扫地 这才狠下心与蒋家断绝了往来 有一点周子聪始终想不通 那就是蒋冰明知道感情出现了裂痕 为什么还要生下孩子 这对孩子来说极为不公平 也为他从一出生 就注定无法拥有完整的家庭 事到如今 蒋冰指责周子聪冲动多疑 毫无担当 周子聪则埋怨蒋强试任性 我行我素 两人难以做到相互理解与包容 他们的不合 给年幼无辜的孩子带来了无形的伤害 周子聪强调 如果证明孩子是他亲生的 自己会独自抚养 不需蒋冰出一分钱 对于周子聪的这个要求 蒋冰会是怎样的态度呢 这段感情及孩子的命运 又将何去何从 周子聪的朋友透露 周子聪是个老好人 待人诚恳 心地善良 甚至可以说善良过了头 五年前 他被一个朋友多次欺骗 损失了六十多万元 周子聪开始变得谨慎多疑 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 他的这种行为 在蒋冰的邻居们眼中 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十五岁时 蒋冰外出打工 生活的艰辛 造就了他独立要强的个性 他对名誉和面子看得很重 无法忍受周子聪 对自己的诸多诽谤 蒋冰经常陪伴前男友 出差做生意 难免会在不同的地方 有开房记录 起料被周子聪小题打坐 被周家人猜疑 遭遇街坊邻居的白眼 蒋冰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 他的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生下孩子 一方面是为了自证清白 另一方面 孩子是蒋冰的亲骨肉 无论如何也要生下的 哪怕自己单独抚养也在所不惜 确实如他所料 孩子出生后 奶粉钱 生活费全由自家出 周家人从头到尾不问不问 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 记者请两人到司法所沟通协商 两位当事人都承认 破裂的感情 以赴水难收 和好的可能性为零 问题聚焦在了孩子的抚养权上 蒋冰提出了两点要求 一是要孩子的抚养权 二是周子聪必须答应做亲子鉴定 证明母子俩的清白 周子聪一直不说话 朋友帮他表明了态度 只要孩子是自己的 他就会自费抚养小孩 前提是蒋冰不再打扰他们的生活 蒋冰很气愤 让周子聪自己发言 他坦言可以用适当的补偿费 换取孩子的抚养权 听闻此言 蒋冰开价一百万 否则别想带走孩子 蒋冰知道周子聪付不起一百万 这是他反对把孩子给周子聪的方式 考虑到他以后结婚的问题 调解员建议蒋冰把抚养权让给周子聪 可蒋冰不愿接受 直接起身离去 走出司法所 周子聪表态会尽快做亲子鉴定 并通过法律手段决定孩子抚养权的归属 十天后 鉴定报告出炉 证实周子聪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对于小孩的抚养权 法院将会做出公平合理的判决 这段看似牢固的感情 终究没能经得起现实的考验 缺乏感情基础 性格不合是感情破碎的主要原因 未婚先孕 无端猜忌是导火索 希望二人好好反省 无论孩子归谁抚养 都要给予他足够的关爱 看完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为我点赞关注并转发 感谢你们的支持